字幕 李宗盛 焦香拌麵 哪裡啊? 有飯 但是這樣沒有餛飩呢 啊你當點一個餛飩湯嗎? 沒有我用加夠的 就一個餛飩湯然後加夠一個焦香拌麵 餛飩湯 餛飩湯我小的就好了 加夠了 那我要麵餡 各位我們今天要去判險了 然後剛好經過左營這邊 就順便在這裡吃一下 這個之前跟那個大師兄 我們有一起來吃過 今天還是一樣點這個蒜招牌 焦香拌麵 這份量不大好 但是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你應該要點這一盤 對我一定要加夠 那現在天氣冷 你吃這個辣的不錯 這個你吃可能絕帶辣 這個你吃可能絕帶辣 吃過 算會比較辛苦 因為去的地方其實都還蠻冰涼的 這也是混沌麵線 嗯 如果喜歡吃辣的話他們家其實也有這種 然後是 就是用乾拌的 就是用乾拌的 這樣會吃不飽的 對啊因為今天點的不多啦 然後再加上這個分量也不大 這一排有兩三間 聽到好像都是清晰 然後呢 更加 是啊 之前也是左營大路 那時候是 算比較簡陋 在一個那個奇亞靠嗎 旁邊 我覺得可能要去Seven吃一個三角飯 吃一個三角飯 再買個三角飯口的 確實份量是 塞在那個味的旁邊 好 好 剛才有跟大家講啊 這個已經很久歷史 民國八十年 我都還沒有出生 兩兄弟沒吃飽 看到路邊有這個 歐連打跑來吃 該有去嗎 還可以 剛才那裡沒吃飽 又跑來吃歐連 那這邊燈光比較 比較有氣氛 為什麼沒有去拍他們 在弄的過程 因為他這個 做生意辛苦 這個位置 路邊的可能 不太合規矩 不要給人家 影響到 因為現在 做生意賺錢生活 不容易 那有的人 他們可能又 會檢取這樣 香腸就調二十五 我買一樣 歐連的話 這個香菇貢王 一隻是二十 歐連十塊 這蒜頭我不敢吃 好吃啊 可是吃完嘴巴有味道 這人是蒜頭 就一台貨車啊這樣子 都可以做生意 比這煙塵肉餅 烤箱場的技術 都沒有歐一 去 去那裡的啦 這要起來 你不要坐在那裡 你以前在那裡做冰 你沒有在那裡吃 這以前沒有 不會燒它這樣 是你那個 有什麼東西 有一個 肉麵吧 後來這個是肉麵 鹹酸雞我賣掉 反正就是你的舊城門 以前我們海軍裡面 有承攬外商 就是 除了Seven以外 外面的人在做行李 他有賣吃的 有賣飲料 然後 也有唱歌 KTV 對 後來聽說我這一批退了之後 後面就 就是沒有在招外商 對 所以 他那種外商要留的 其實也不簡單 那都 有時候要用招標的 我農工小師傅 因為就是在吃東西 離那個小師傅 比較遠的 可以打電話進去 他幫你送來你們這個單位的 紹介 喔 不要再說 我贏了 小銀站 一間Seven的一罐而已 沒有啦 三分之一 然後裡面就賣簡單的餅乾跟飲料而已 外商後來沒有招 我自己猜的 有被發現他們有賣 賣酒類 他是用那個可樂杯 把酒倒在裡面 大杯的就是裡面倒兩杯啤酒 小杯的就是罐這樣子 那如果他們賣檳榔 檳榔一包 他外面還有一個 油炸的紙袋 這個包起來的 我看他們那個 長官在吃的時候是這樣看的 我是都有看的 就只是一個個人習慣 會吃的東西 只是 我是不知道說 是不是因為會是這個原因 所以 後來才沒有承認 這種外商 那種在軍中算微禁品 不能吃的 不能碰的就算微禁品 那時候還不能自衛型手機 那時候你要做兵 要挑戰一下外面 買一台 錢幾塊的 一般的手機 人家手機後面 要再打一隻 欸 三隻 三隻的 為什麼你的黨員 手機要帶人 他要先穿 要先穿 要先穿白袋 看資歷 好 放他出來了 夠了